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免费call-in专线 0800-787-588 0800-787-588 call-in进来 留下您想问的股票之后 宣荣老师待会下节目之后 都会亲自来帮大家做一个诊断 并且在节目之中 给大家最专业的答复给您 好 那节目开始 我们先来看到大盘指数 还记得在今年5月18号 那时候刚刚碰上万点10058 结果遇到了川普陷入到通俄门的风暴 很多人形容 这可能会是水门案的翻版 很多人在恐吓你 这会造成台北股市 接下来陷入到所谓的金融风暴之中 那时候美股也暴跌了300多点 台北股市从万点掉下来 跌到9895 那很多人在告诉你万点魔咒 股市上的万点叫崩盘 又要发生了 可是当时现龙老师从整个价量 从整个筹码告诉大家 大盘震荡向上格局都保持不变 所谓的震荡向上格局 就是过高之后会拉回杀短多 杀完短多又会继续再上 而这一次的拉回杀短多 我也很明确的 在当时就告诉大家 这将是指数未来会站稳在万点之前 最后买点了 那讲完台北股市过三天 站上万点 六月份我也提醒过大家 那时候美国科技股不是大涨创新高 是在重挫的时候 我说这次拉回来又杀一次短多 如果让它守住10025 那请注意 你要去习惯一件事 什么是万点 未来会变成台北股市的一个常态 那现在台北股市 我们看到大盘指数在前两天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之后 今天又拉高上来涨78点 最高来到10798 最新位置10782 上涨62点的幅度 有没有看到 继续站稳在万点大观之上 从5月18号 这个地方 我说台北股市这次拉回到9895 是站稳万点之前 最后买点 三天之后站上万点 到现在台北股市 收盘指数收在万点之上 已经多久了 已经105天 各位投资朋友 有没有发现到 正如我所说的 万点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 那接下来台北股市 是不是能够继续走高呢 那我先提醒大家 当然指数今天拉高上来之后 成交量预估1200亿左右 比昨天稍微减了一些 所以今天指数涨 价涨量缩 短线可能会再做个拉回 没有错啦 可是就拨段上来看 最重要还是在拨这个筹码面 现在这个拉回 前两天大盘一跌下来 你会发现到融资 马上连减两天 有没有 融资昨天又减了5.8亿 前天减了3点多亿 两天加起来 融资又减了差不多9亿多 指数连续两天开高走低 融资马上就减 这代表什么 融资是代表说 信心不足的投资人 看到行情一个开高走低 散户信心不足的 又把股票赶快看卖了 这代表说筹码现在散户 还是很害怕的情况之下 这地方行情就不容易大幅度回挡 更重要是昨天台指结算之后 外资大户手上这指数的部分 转仓到11月份隔月之后呢 又报了5万多口的多单 那散户还在这边 对行情随时都是心惊惊惊 一有风吹槽动股票就卖一卖 那外资大户持续做多 那接下来行情会怎么走呢 自己去想一想 我只能提醒大家 或许过高之后会再拉回杀短多 但是整个震荡向上格局都是不变的 还是一样会继续站稳在万点之上 请投资朋友你要好好注意 万点已经成为台北股市的常态了 那万点成为台北股市的常态 接下来该怎么去操作 能够去赚到钱呢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这波股市上了万点没有赚到钱 不是说这个没有买股票哦 也有买 可是为什么赚不到 关键就在于买错了股票嘛 乱买股票嘛 所以呢赚不到钱 所以我再三叮咛大家 你在股市里头要成为操盘高手 要成为赢家 最重要的不是靠指数涨 而是要去主动的做好 我所说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什么叫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关键还是要你要去看懂 所谓的结构 什么叫结构呢 像大盘指数 昨天稍微一个开高走低下来 我想你一定看到一档股票 哇 昨天指数其实收盘只是跌2点而已哦 指数在昨天高档这个跌个2点 居然有一档股票杀到跌停 谁GIS的夜城 在昨天11月18号杀到跌停下去 不只是昨天跌 而且是在这波指数 从10257展开一波反攻 到现在涨到10798 高档震荡一下 它股价昨天跌停下来 居然往下破底跌破10257的低点 也跌破了10225的低点了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 真的不是指数涨就好 你买错的股票一样会赔钱 但是更重要的 县荣老师其实不是现在在跟你讲 GIS夜城很弱 各位投资朋友 你会看到 其实早在8月19号 8月14号的时候 有投资朋友 那时候连续两个礼拜都有投资朋友 刚好都问到这一档夜城 县荣老师是不是都已经在提醒 那时候8月9号 是郑小姐来电咨询 问到夜城 当时消息面是利多啊 第二季的EPS 赚了4.6G增51%啊 7月营收129亿 年增大成长1.5倍啊 可是我说的是什么 股价已经提前反应利多 先涨一波了 这时候外资已经逢高在调节 结构上面已经开始这样 有转弱疑虑进入到抗农有毁阶段 这是8月9号 郑小姐来电咨询的时候 我做的一个回答 在8月14号 又有一位张先生同样问到GIS夜城 我同样看法没有改变 我说结构已经有转弱的疑虑了 结构上面已经到了 我说的抗农有毁阶段了 要居高思维啊 结果呢 结果各位投资朋友 是不是事先宪荣老师又提醒了 提醒投资朋友可以去避开 这一大段下跌的风险 所以这就证明两件事 第一个 县荣老师为什么再三叮咛大家 你做股票要成为操盘高手 要成为赢家 最重要的是要去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我也常常说 操盘不知结构是何物 学变技术分析也枉然 你学了一堆技术分析 结果你连结构都没看懂 真的 你还是一样会发现 有时候会赚 有时候却常常赔钱 对不对 那什么叫结构 当然更证明了 那县荣老师不是事后诸葛 是事先就能够去看得出来 股价就已经有转弱讯号 像夜城昨天杀到跌停 我们在8月9号 8月14号 就已经诊断出来 那结构已经在转弱了 就已经有抗农游回的走势 要居高思维了 所以这个部分 这也是各位投资朋友 那我会提醒大家 这个阶段你最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波行情你还没有赚到钱 最重要先去检视手上的股票 是不是结构已经有问题 会不会像夜城这样 原来两个月前就已经有 结构在转弱的讯号出来 到了抗农游回阶段 要居高思维了 那如果说你看不懂你手上的股票 结构是在哪一个位置 现龙老师为什么要开放 这个免费的call in专线 0800-787-588给大家 就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 把我过去20年来 现龙老师从一个产业的研究员 开始做一个产业研究 到我曾经当过 全国销售第一名的一个 周刊的一个总编辑 现龙老师在产业上面 看到的一个这个 眼光绝对跟一般散户 跟一般投股老师 绝对是不一样 那更重要 这几年融合了技术分析当中 独创出来的股市结构学 就是希望能够去帮助投资朋友 看懂股价的结构 到底处在哪一个位置 万一属于潜龙勿用的股票 抗农游回的股票 我都会提醒投资朋友 该出还是要出 那接下来我们才能帮你 帮你把持股调整到哪里 调整到我所说的 建龙在田的股票 准备等它飞龙在天上去 好好赚它一个大波段 那什么股票有机会 变成建龙在田 准备飞龙在天上去呢 这个部分再提醒大家一次 建龙在田 所谓的龙代表一个趋势 正准备出入头角 准备大展身手 它的产业通常处于萌芽期 而正准备进入成长期 当股价在低档 重点是开始有大户进货 有转强讯号的时候 你正是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然后准备要大波段操作 接下来就会有可光获利可期 等到飞龙在天 趋势如日中天气势如虹 产业业绩都在大幅上扬 股价最强势的阶段 很多投股老师都是等到 股价飞龙在天才带货员去追 甚至到抗龙有毁了 还在乱码一通 可是你会发现 现龙老师都强调 这时候你要去追吗 不用了 因为这种强势股 你已经在前一个阶段 就提前布局了 这时候只要牢牢警报 当然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忘审慎 这才能赚得长长久久 所以现龙老师就是 不厌其烦的叮咛大家 那我做股票 我不会像其他投股老师 为了要做生意 为了要说今天在电视上秀出来 我买了什么就可以涨顶板 我买了什么就可以涨顶板 哇 这样真的很好做生意 现龙老师也知道 可是为了这样做生意 每天再带会员去追逐涨停的结果 我告诉大家 这只会害了一堆投资朋友 到处去追高 到处去乱买股票 到最后一事无成 还套了一堆股票在里面 去想想是不是这样 六月份的时候一堆投股老师 看到大宇兹好会飙好强 去买两百多块大宇兹 重商下来七十几块 现在还有人跟你讲吗 没有了吧 对不对 套牢的是投资人 对不对 钱被他们赚走了 再来大宇兹套牢了一堆人 又有人去追追光学股 上个月不是一堆人在追光学股 金国光现在从61块多 掉下来剩下45块 对不对 然后华金科从37块9 掉下来现在剩27块 多少股票就是这样 一堆投股老师看到大涨去追 看到大涨去追 然后在电视上秀说 他买的股票就涨停 你信了 你就跑去跟他们 结果 惨的是谁 惨的是你自己 那县隆老师再三强调 我绝对不会说为了自己做生意 而这样到处去追高 到处去乱买股票 我只会坚持 带着会员朋友锁定 真正见龙在田的股票 所以你看到 先龙老师选股一直强调 第一个要找产业在萌芽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的股票 然后趁着股价 有在第一档开始转抢讯号的时候 把握到那个上车机会 大波段操作 这样才能够帮会员朋友 稳扎稳打 一档接一档的创造财富 就像今年先龙老师持续锁定的 新能源车 自动驾驶车大成长时代来临 我不是现在才在讲 对不对 去年就已经讲到现在 今年包括年初的联德 86块就已经带着会员朋友布局 那时候才这个大户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转了四只涨停 获利入带之后 这里都交代很清楚 2月10号 联德全数出清 获利入带转了四成左右 对不对 然后呢 转了四成左右 开始布局Tesla收费指标股 4739的康普 那时候股价在多少 46块多 锁定到电动车电池材料需求正在大幅度成长的商机 康普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囊 大户进货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带着会员朋友布局上来 后来呢 赚了五成左右 全数出清 获利五成 获利入带 再来又开始买进新黑马4721的美奇马 对不对 那时候股价在多少 44块多 大户进货转强讯号出现 锁定到电动车电池材料 这个带给它业绩启动成长动囊的一个这个讯号出现 大户进完货转强讯号出现之后 后来大波段操作 到现在手中的基本持股都还在继续赚 手中零成本的持股都还在继续赚 为什么 因为已经赚了两倍了 原始资金收回来了 手中股票我们已经是零成本 这个就不用在意短线的震荡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买股票 这就是我们的坚持 我们不会为了做生意到处去追高 现龙老师这波美奇马 赚了十几只涨停板 没有一次是在涨停板的时候去追 都已经在7月份就带着会员 朋友锁定好布局了 这就是我们在做股票 为什么现龙老师的会员不多 可是每一个会员到最后 都能够愿意这地方长长久久 跟着我们来做续约 因为知道现龙老师的一个这个 跟着现龙老师操作 长长久久下来 就是有机会这样一档一档地赚下去 那车用电子现在大获全胜之后 我们已经开始把眼光瞄准 瞄准在2018年又有哪些明星产业 提醒大家 这里我们已经锁定好 一个人人工智慧 两台车电动车自动驾驶车 3D感测工业4.0 5G通讯的部分 这五大明星产业 接下来当然车用电子 你已经看到我们今年 康普联德美奇马 这样四成五成两倍这样赚上来了 接下来特别要锁定的是谁 AI人工智慧 黄金十年的商机 才正要开始 所以如果投资炮 错过今年的联德 康普美奇马将四成五成两倍 赚上来的机会 提醒大家 人工智慧的商机才要开始 台积电股价创新高 已经告诉你很多东西了 对不对 那康普已经在今年大获全胜 那时候融资在大景玩 指标翻红 第一档大户清完货 转强讯号出现 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美奇马融资大景玩 指标转强讯号 突破下降压力线 发动攻势上来 又是一个大波段 现在这一档人工智慧的新商机 大户正在进货 指标正在转强 股价正在突破下降压力线 也随时都有机会 像当时的康普 像当时的美奇马一样 又要发动大波段的攻势 那我希望你不要总是像 美奇马 四十几块县荣老师在推荐 你不肯跟着县荣老师 一起来低档布局 你只想去追涨停板 然后等到美奇马 飙到100多块了 哇你看到其他头顾老师在追了 你才去参加他们的 才想要说 这美奇马会不会赚到钱 你这样能够赚到大钱吗 你总是在大涨之后才去追 机会都已经从你眼前飞过去了 我提醒大家 要买股票要赚到大钱 就是要买在建农在田时 抱好飞农在田的股票 等着他抗农一会来获利入带 这样才能赚到大波段利润 所以现在建农在田的股票 已经在锁定了 想把我的投资朋友 记得机会只留给做好准备的人 想要现在就领先市场 买在低档的投资朋友 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就是 community 开丹 置 Choose 恢复家缘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运达特布 好看都在这里 即日起身装运达特布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特布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布 接评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讯出现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布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这几天很多投资朋友 在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现荣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的时候 有投资朋友问到一个问题 他说 看到现荣老师 在电视上所说的 哇 今年帮会员朋友这地方 掌握到联德 康普 美其马 这样子 哇 三四成五成 两倍的一个获利 看得很心动 那问问看 现荣老师是真的带着会员朋友 这样低档赚上来吗 还是像很多投资老师一样 用骗的嘞 根本没有在低档布局 就在电视上乱讲一通 这个部分 各位投资朋友 你绝对可以放心 现荣老师一直也跟我 极品操盘团队的研究同仁说 我们在这市场上 我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极品操盘团队 就是希望提供一个与众不同 真正专业给投资朋友 专业操盘的服务 那什么叫专业 我们在标榜了六个字 专业用心 但是最重要的是两个字 叫诚信 那什么叫诚信呢 绝对不会像其他投资老师一样 用骗的 很多投资老师是真的这样 美其马 哇 从四十几块 飙到一百多 然后就带会员朋友去追 追了之后 哇 就告诉德哥恭喜大家 他的美其马 哇 股价狂飙两倍啊 也很多投资老师这样用骗的啦 涨了两倍就带会员去追 就说他的股票狂飙两倍 现荣老师跟大家讲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我给大家的诚信 给大家的承诺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做股票 一定绝对遵守SOP 看准目标才出手 看准有爆发力产业底下 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 业绩启动成长动能的公司 而且呢 这个地方这样的股票 不要在大涨之后才去乱追啊 要在第一领先市场买在第一档 绝对不乱接涨停 这是我们的一个SOP 绝对遵守到底 而且操作指令 买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买卖价位 要买多少价位 持股成数怎么设计 绿色停损在哪里 风险控制好 清楚明白最重要推荐的价位 一定让会员朋友买到 这才会列入持股最终 所以有人问我说 真的献榮老师的美 起码是有低档买得到吗 好 我跟大家讲一定买得到 而且代进一定带出负责到底 怎么证明呢 来各位投资朋友 这是7月10号 7月11号的分析日记 那我的分析日记是这样 每天我会写两页的传真稿 分析日记给会员 第一页 大盘的一个看法 的一个规划 第二页 看好什么股票 特别这地方都会帮大家做一个分析 然后每一档股票 卖掉之前都会在我们的分析日记里头 做追踪 那我们会员有三种 我说过 资金最高的尊荣 资金这地方蛮有实力 300万以上的VIP 100万左右的一般会员 但不管哪一种 我们分析日记就是一份 负责让大家看 我们的股票不会跟你讲说 你看这地方你买的跟电视上永远不一样 因为县荣老师都可以 每一个会员都可以看到 县荣老师现在在推荐什么股票 分析日记就这么一份都看得到 那像7月11号的时候呢 这就是当时的会员分析日记 里头跟大家追踪除了康普全输出金 获利五成入贷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在分析买进 美其马 为什么买 基本面的部分我们已经发现 去年赚了1.8 配了1.5元的现金 现金值率3.5% 不错 但是重点是公司已经看准电动车市场 将要触及到甜蜜点 电池材料需求将要大幅度爆发了 而公司也正在积极地扩充电池材料的产能 现在订单都掌握在手中 对不对 业绩也已经开始在地方创新高上来 启动成长动能 都符合现龙老师的SOP 而且重点是股价那时候 发现有大户进入货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分析日记里头跟大家分析了 那在会员的指令的部分 每天盘中 现龙老师看到的股票 认为有买点 都会利用简讯 传到你的手机上面去 所以7月10号 就已经在通知我们的特别会员 44块多 44块44块2附近 先买一层基本持股 7月11号 一般会员44块多 也继续来做买进 对不对 然后等到股价慢慢墊高上来 确认涨势 7月27号通知所有会员朋友 那时候46块多了 确认涨势之后 技术面持续转强 以现股加码下去到两层持股 加码下去到两层持股 你会看到你说买得到吗 来各位投资 7月10号 7月11号 来 现在看一下喔 7月11号的时候 44.35元到44.5元附近买进 买不买得到 就是7月11号的时候 那天收盘多少钱 最高开盘开在45 压回来最低43.9 收盘收在44.1 对不对 是不是所有会员朋友保证买得到 对不对 46块3再加码下去 这是我们做股票的风格 先买一层基本持股 看对了才加码 对不对 那从当时44块多开始布局 后来现在已经赚上来 到昨天这是昨天最新的分析日记 都还在继续追踪每期 我们44块多买进 现在已经涨到149块 赚了两倍了 原始资金收回来了 手上零成本的持股都是假贪的 还在继续抱着继续转 所以清楚明白继续追踪 这就是给大家的承诺 那既每期马现在大获全胜之后 我们接下来锁定最新的五大明星产业 尤其人工智慧 黄金十年的商机即将开始 最新的黑马又要开始来做发动了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记得错过了每期马 接下来下一支新黑马 想把握的咨询电话在底下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机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